入中国女排拼搏之路的电影《夺冠》 由陈可欣导演、巩俐、黄博、领衔主演 目前已经登陆在北美院线 来看报道 夺冠重现了2016年奥运会上的传奇中巴大战 当年中国女排终结了对战巴西女排 八年十八连败的历史 奇迹战胜了具有主场优势的巴西队 成功挺进四强 继而一鼓作气拿下奥运冠军 为了还原这一历史时刻 导演陈可欣还邀请大部分参与了这场比赛的女排队员亲历演出 为了更好地投入角色 巩俐在正式拍摄前就前往女排国家队训练基地 贴身观摩郎平指导训练球员 电影首支预告曝光 观众盛赞 巩俐连背影都会演戏 虽然相貌不同 但当巩俐站在赛场上 从背影到眼神 再到竖起的大拇指 无不令人拍案叫绝 影片中扮演青年铁狼头的 正是郎平的女儿白浪 为说服白浪扮演球员郎平 剧组多次派代表飞往一国与之沟通 终于打动她参与影片 亲历母亲的拼搏青春 为此 白浪一个月内减重30斤 从零开始学习表演 该片由香港导演陈可欣指导 著名华人女演员巩俐出演 被誉为女排第一人的教练郎平 有口皆碑的影帝黄博 饰演前中国女排教练 老戏骨无钢 出演80年代的女排教练 彭玉畅饰演80年代中国女排 陪打教练 新篇夺冠将会在9月25日 在北美上线 在加州的民众 可以到屏幕上方的院线观看 找建议国家队 对于训练这种恐怖 所有的力气 中天中望整理报道